下面来介绍这个子琴的概念 如果只是一个琴 它的一个子琴 如果也是一个琴的话 我们就把它称为子琴 这个子琴有可能是真子琴 或者是它自己也可以 非真子琴就是比如它自己 比如说H 琴 每层这个支是一个琴 琴支的一个子琴也是一个琴 则称H 为之的子琴 任何琴都有它的 都有子琴至少一个 它单独的单位言和支本身都是支的子琴 但是这些都是平庸的子琴 简单位言本身构成一个琴 还有琴支它本身也是一个琴 它本身也是一个琴 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出非平庸的子琴 就像这些的话 就是跟科研一样 任何一个琴 比如它的单位言和它本身 它的子琴 这种就是非创新 创造性的东西 你要找出它的非平庸的就是说 真的是它的一部分 比如真子琴